新英雄重製 新英雄重製 體驗色服器又對凡恩 進行了一波大升級 最新的凡恩呢 大絕招噴出去的瞬間 直接讓你把被動給疊滿 不只這個樣子 還進行了一波的調整喔 那今天我配了一套 超棒的凡恩出裝 這套出裝在全新的凡恩技能的幫助下 不但能打出超高的輸出之外呢 可以讓所有戰士系列的英雄 直接站在原地動不了 鑽進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恰恰 大家好 有沒有發現有什麼不一樣 小兵出去的時候 我的被動技能就已經能疊滿喔 那如果你是最近才看我影片觀眾的話 凡恩有個全新的被動 就是當你把被動四格疊滿之後呢 你就可以啟動無限被動技能的 飆飆直接飛出去喔 紅飆 黃飆 藍飆 就是直接隨你丟 那最新的版本呢 傳說對決在二月又更新了一次凡恩的技能 在之前的影片有觀眾提出 不錯的見解 那就是說 現在傳說對決會戰是充滿著秒殺來秒殺去喔 凡恩哪有時間那個會戰三四秒 給你直接去疊滿被動技能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好吧 那官方這次又針對了 這一項弱點進行了一次調整喔 首先呢 是凡恩的大絕招 從原本子彈每命中一個單位增加一層 現在直接你噴出大絕招的瞬間 就直接給你四成的這個被動格數 也就是說啟動你的被動技能喔 而且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連你大絕招噴空氣都能直接疊滿被動喔 更棒的地方是凡恩的大絕招現在前搖的時間降低 也就是說凡恩原本噴出去都會有個卡手的階段 現在 哇 變得超級順手的喔 再來就是凡恩其他技能的調整是 針對呢 呃 玩起來會手感比較有差的地方喔 首先就是凡恩被動技能的紅標呢 從魔法傷害變成物理傷害 凡恩現在對野怪傷害降低 傷害降低直接50%喔 也就是說這個版本的凡恩是沒有辦法拿來打野喔 滿級會隨著等級提升喔 這個版本之前也有觀眾一直叫我推薦完凡恩打野 速度是真的很快啦 不過呢 現在又再度改掉了 再來就是針對凡恩其他技能的調整 被動技能進入狩獵模式呢 以前是要疊五格喔 現在只要疊四格就可以直接進入狩獵模式 這個狩獵模式就是無限飆飆的這個技能喔 再來就是被動的持續時間 從2.5秒上升到了3秒喔 那今天這集非常重要 等等我會針對凡恩新的這一套改變玩法 要怎麼針對出裝魔紋奧運去做一個調整 今天我在體驗是不是也玩了非常多盤 非常多的心得想要跟你分享喔 再來呢 就是強化飛鏢呢 從原本命中目標才會增加你的層數 現在變成強化飛鏢生成的時候就會增加層數 也就是說你一級出去要兌現的時候 你可以站在塔下直接疊出你的狩獵模式的飛鏢模式 直接出去兌現變得超級可怕 再加旁邊的靈鳥旁邊的野怪 一開始的魔龍 也就是說第一波會戰你比前面以前舊版的凡恩 有用太多了喔 再來就是被動技能的移動速度 每層4%現在變成每層5%喔 就是調整了這麼多喔 玩起來比較不順手的地方就是 大絕招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噴一下就直接秒殺 大絕招現在比較偏向的是功能型 也就是說會戰前你隨便往一個地方噴一個大絕招 你就可以開始不斷的普攻模式 把對手黏在原地喔 在裝備的調整我也做了一些調整 那現在正式伺服器的版本 幾乎凡恩都是帶死亡詛咒來增加瞬間輸出力 改版之後的凡恩爆發力沒有那麼強 但是多了持續輸出的能力 所以我們直接換成小精靈 也就是說中期或是前期在打戰士 會變得跟以前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阿杜恩 他直接被我黏在原地完全動不了欸 所以新版的凡恩真的太好玩了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的裝備做了一些調整喔 由於我發現普攻就可以不斷的疊被動 所以呢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集的影片 我是出狂物之爪 那這一集呢 我直接一個雷電級聖劍再加龍骨劍 我發現這樣子的凡恩傷害超級高 打戰士坦克刺客全部都綽綽有餘喔 尤其是遇到近戰英雄 真的是拿你完全沒有辦法喔 各位明天就要開學 最近收到很多觀眾的私訊說 明天要開學真的很痛苦 但是我在IG發了一篇文章 引發非常多人的回想 你現在完全不想上學 你以後就會想上學 不信你去問任何現在已經畢業的 可能觀眾朋友 哇 超想要上學 上學真的是人生當中最幸福的事情喔 你每天可能就是在想啊 午餐要吃什麼 要怎麼樣才能約女生出去喔 然後你出社會有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壓力 但是這次開學超級刺激 不但開學 還多了一個情人節的雙重暴擊 哈哈哈哈 太刺激了各位 哇 這次真的是煩惱來了喔 寒假作業趕快寫一寫喔 不要到了最後一天晚上才在寫喔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過嗎 我老婆的寒假作業還是暑假作業 到最後一天完全沒有寫 然後全家在客廳裡面幫她寫作業 結果呢她最後的書法作業還得了獎 那個書法作業還是她姐幫她寫的 真的是莫名其妙喔 好啦 那開學也希望大家在新的學期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學期 總之是學業順利 那感情也順利喔 那這裡煞迦 直接被我黏在原地動不了 這邊有個小丑 哇呀 這邊 我其實失誤 我應該叫瞬移上去 直接把小丑換掉 可是我怕對面的煞迦 等等復活的時候會肥我 還是先把瞬移先扣著好了 好 把兵線推進去 其實不需要害怕 對面近戰英雄越多喔 新版的凡恩玩起來會越爽 來 這裡有個馬洛斯 直接把你黏在原地 他應該會準備往後跳 哇哈哈哈哈 有沒有超級強的 哇 這個傷害 你光是雷電級喔 前期拿來打軟皮喔 聖劍打軟皮 龍骨劍拿來打一些硬硬坦克喔 就超級強的 後面裝備你當然可以做一些調整 因為新版的凡恩其實有偏向一點點的物攻 你可以把後面的一些裝備 如果夠順風的話 可以換成成星是沒有問題的喔 你看對面空有一些超帥的造型 完全拿你沒辦法喔 對線現在體驗伺服器 幾乎反而都被BAN掉 幾乎是玩不到 除非你進行一些策略性的BAN角喔 好 這裡有一波會戰喔 那我們就直接在後面 切你屁股 老蟲檢查 藍色的飛子直接飛過去 嘿嘿嘿嘿 рек 過來囉 哇這個阿杜恩 這個阿杜恩黑黑的 november 過來直接把我嚇到 我剛剛真的嚇到 我以為是什麼東西飛過來喔 網路也有點延遲 所以玩起來有點乖乖的 好 那我們就把三路的兵線 直接給推過去喔 那謝謝各位的祝福 我的感冒總算是有點好了 二月對我來說真的太重要 這生了人生的一場重病 我還記得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還許願跟大家說 希望今年不要坐上 人生第三趟的救護車 哇 這個二月我差點坐上救護車哦 好險在我老婆的順利照顧下 就是恢復的非常快 雖然現在嘴巴還是破了幾個洞 被細菌感染 不過比起前幾天 只能躺在床上瘋狂的喝水 真的好多了 這個阿杜恩的造型 怎麼有點像是蛀牙蟲啊 怎麼黑黑的一大坨啊 這是哪一個造型啊 看起來有一點點帥哦 納克羅斯還在下路分推 不用分推了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把兵線給飛過去 不是不是把兵線飛過去啊 我口誤了哈哈哈哈 是把兵線給推過去才對哦 哇 新版的反應好好玩哦 你就是一直壓著普攻 一直壓著普攻哦 對面你敢過來 你敢過來 我噴一個大絕招 被動技能直接 哇 火力啟動全滿哦 讓對手直接嚇到 好啦 那我剛剛把仙寧賣掉 是為了針對對面的颯枷 直接把對面的颯枷噴回家 對面的颯枷前期也殺超多人 讓我有點害怕 那這一局就輕輕鬆鬆的 拿起來這場比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